最大盟友报复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钢铝加征关税 海外网6月1日电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 6月1日起将对从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进口的钢铁和铝征分别征收25%及10%的关税 此举立即遭到美国最密切盟友的谴责 美国宣布向从欧盟、墨西哥及加拿大进口的钢铁征税 美联社 据彭博社、Lundberg 报道称 此举标志住美国政府对美国主要贸易伙伴采取了最积极的贸易行动 这些贸易伙伴一直在争取永久性救济 据了解 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合计约占美国钢铁进口量的40% 其中 2017年10月数据显示 美国最大盟友加拿大当年向美国出口580万公吨钢材 位居各地区向美出口钢材榜首 欧盟表示将立即采取措施进行报复 墨西哥政府誓言要对从美国贬钢到奶酪的所有产品征收关税 加拿大政府宣布计划从7月1日起对美国的钢铁、铝和其他产品征收166亿加元的报复性关税 只要美国关税保持不变 加拿大政府将继续实施关税 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荣克、Jean Clark-Janker 在声明中表示 这对世界贸易来说是糟糕的一天 一个国家在世界贸易中采取单边措施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据了解 欧盟在本年3月中旬曾公布一份清单 显示你对美国输欧农产品、服装、化妆品、烟酒、船只、摩托车等总值64亿欧元的产品加征关税 税率最高为25% 由于特朗普政府也考虑对美国汽车进口征收关税 此举可能会打击来自墨西哥、加拿大、日本和德国的顶级供应商 此外 计划向中国50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关税 这些举措加剧了市场对贸易战的担忧 海外网 猴金川 Ks Facebook Facebook Messenger Words App WeChat Line SMS 美国又打出2000亿关税牌 中方这300字声明暗藏玄机 你卖我卖一起卖 中日英家19国同时减持美债 俄罗斯操作最夸张 最新消息 马云身价将超万亿登顶世界首富 蚂蚁金服成全球第一 特朗普对中国加征关税 美国网友怒了 他真是不遗余力搞垮自家经济 新款iPhone或受中美贸易战影响 库克这下不但顶了 特朗普失策挥向中国的关税大棒 竟然都打在了德国身上 中国发现大型液盐器填勘探或重大突破 外媒很难复制美国液盐器 俄媒 中国移动支付引美国追赶 支付系统将淘汰美国的银行 百年巨头被提出美国盗制 背后折射出全球经济一大巨变 为什么世界杯那么多中国赞助 外媒 因为中国人主动当接盘侠 支付宝尝试进入日本交通系统 日媒 中国巨人打来了 小米香港IPO录演会场爆满 雷军笑称估值应该是腾讯成苹果 美国影子无处不在 OPAC大会背后的政治博弈 今日科技 比 folding 明文娩 文娅 5 5 6 谢谢观看